大家我是Paul 週遇到週五英文一起讀 這個題目我希望可以啟發一些我的學生們 很多學生在我試著要他們自我介紹的時候 都講不出什麼屁話來 我現在是個大師生啦 我讀會計 然後 我希望明年可以到美國去修個碩士之類的 結束 沒有了 那每個學生背景不就差不多都這樣子嗎 那不OK啊 所以這邊那個標題說的是 What is your go-to fact about yourself for those awful icebreaker Tell us one thing about yourself questions 所以你看這就是 Tell us one thing about yourself 你看我們有時候新朋友或這些的 大家想要先認識一下你 你能不能說一件自己有趣的事情 你要不要自戒一下的時候 我們多半講的都是很無聊的東西 那對西方人來說 這是很不OK的 你最好就是有一些能夠讓人家覺得 的一些 fact 然後接下來我們就可以花個十分鐘半小時 甚至整個晚上討論你提到這一個有趣的 fact 例如說 我曾經去過256個國家之類的 Wow interesting 所以接下來討論的題目可能就是 哪些國家好玩不好玩 你最討厭最喜歡 See that's a nice icebreaker 這就是一個不錯的破冰有沒有 所以這裡有個詞叫 Icebreaker 破冰這應該沒問題 那下面就有一些不錯的這個回應 所以我不是說要你編造一些東西 但是你真的可以試著來去說一些 別人可能沒有的一些東西 然後來讓人家覺得你是個很獨特的人 像我有一個高中生學生 叫做Jeffrey 他是個桃園人 可是他現在在台北的成功高中讀高中 那主要是因為成功高中游泳隊不錯 那他媽媽希望可以培養游泳 那我就問他說 那說不定我有機會可以在奧運會看到你 因為你知道 我們台灣也可以選出一堆去比奧運 他就說 說真的也不是沒有可能 因為 他的實力是能夠在 進到我們這個台灣的排名前面的 所以說不定真的成為國手 You can represent our Taiwan 去參加這些 international competition That's something special about him 當然也不是每個人都有這樣子的 這種履歷可以拿出來說 但重點就是在你自我介紹 所以這裡才問這個問題 What is your go to fact 什麼叫go to fact 所以這就是這個 go to 加一個名詞 就是你會選擇用的 就你遇到一個什麼狀況 你第一個會用的那個東西就是什麼 像例如說我有個什麼問題 那我想要問任何電腦上的我不懂的硬體上 軟體上的問題的話 我都想到有一個朋友我能問 那他就是我的go to guy He is my go to guy for any computer related question 那或者我對於 有個歷史的什麼東西我不太懂 我有個歷史朋友 廖先生 我還真的有個 讀歷史寫了好幾本書的 叫廖彥博的一個 不算是朋友的朋友 他寄過一本書給我非常高興 那我就會想說我有歷史的問題 He is my go to guy when it comes to questions about history 所以這個go to加一個名詞 所以這裡是go to fact 你的go to fact是什麼 有關於當你需要在icebreaker 用到的時候 大概你懂意思 所以這邊他自己也提了一個 I am an American who once rigrolled the United Kingdom 他是個美國人 他曾經有一次 rigrolled rigrolled我們做過這一集 所以你看這就是西方的文化裡的東西 你要是不懂是不行的 他這裡講 rigrolled 他都不需要落落常解釋什麼叫 rigrolled 你如果真的不記得的話 你記得統神端火鍋吧 好啦反正就是 無論如何你就不小心被引導那個影片 看到統神端火鍋就是 好anyway 所以他曾經 rigrolled整個英國 the United Kingdom 為什麼呢他後面解釋一下 BBC Radio 2 那反正就BBC的那個廣播電台第二台 place a listener song request once a day 所以他們一天會播一次 那個聽眾要求播的歌 所以那你就猜猜看我要求他播什麼好了 所以他曾經就是寫信過去或 寄email過去 或者總之通訊他們說我想要播什麼歌 然後他們就放了他的歌 然後大家因為放了他這個歌 他一定是放那一首那一首歌嗎 rigrolled那一首歌 好那大家懂了啦 所以下面的話 我們來看他們說些什麼 第一個蠻無聊的 第一個蠻無聊的 我剛前面有看過 I'm a woman with an identical twin brother He is trans 所以這個我覺得 這個回音就很屌 你聽完之後就 What 然後你可能就會問很多接下來的問題 所以他把這句稍微做了一點解釋 他解釋的部分就是 我說了這句話之後 會convey到下面衍生下去的facts OK 所以convey這個詞就是 傳遞下去的概念 像我們知道你去吃那個火鍋啊 例如說真仙那個 不是火鍋對不起 那個壽司 回轉壽司上面有一個輸送帶嗎 所以我們輸送帶就叫conveyor belt conveyor belt conveyor belt 所以他講的這一個 我是一個woman 有identical twin brother he is trans 這句話的時候 他會convey下面幾個facts 對不起我還沒解釋他這句話到底是什麼 他是個女人 他有一個identical twin brother 所以這邊有一個詞叫identical twin identical是兩樣東西一模一樣 所以identical twin就是 同卵雙胞胎 我就有兩個妹妹 他們就是identical twin 最近他們無聊在臉書上 一直po一下他們兩個合照的照片 side by side 兩個頭放在一起的照片 然後猜猜看誰是誰 那我們都是跟他一起長大的人 甚至很多朋友對他們都很熟 沒有一個猜錯 所以他們到了40幾歲 他們今年應該也40了吧 所以到了40歲這個年齡 已經可以很明顯分出兩個的不同了 小時候可能還難一點點 所以他們兩個用任何照片都騙不到我 就很有趣的是 我大妹的老公還真的有把他們兩個的照片認錯 所以這老公應該要貴主機板 所以identical twin是同卵雙胞胎 我們講另外一種異卵雙胞胎 所以你知道異卵的概念嗎 就長得沒有那麼像 或者甚至連性別都不一定一樣 所以那個叫做flaternal twin 我自己以前小 就在我在剛開始學英文的時候 identical twin我完全可以記得沒有問題 因為identical這個字生活上很常見 比較起來flaternal這個字 常見的機率是少一點點的 尤其是你在大學以下的時候 所以我一直不太記得這個字 可是後來當然我就記得了 你問我為什麼 我有努力背嗎 沒有 我就只是一直看到他 一直看到他 或者我不是看到的是這兩個字走在一起 我一直看到的是前面這一個字 fraternal 所以多講一下下fraternal這個詞 fraternity跟 sorority 這兩個字你就值得稍微看一下 這兩個字分別就是 大學裡面的兄弟會跟姐妹會 那我就不解釋兄弟會姐妹會 反正就是這些社團 那這些社團的一個 其中的一個特點就是 他們真的都是用性別來區隔的 所以fraternity多半就都是男生才會加入 sorority則是女生 我不知道今時今日這個 就是性別平權的時代 會不會這些規則慢慢被打破也不一定 可是我們傳統以來 在fraternity兄弟會 sorority姐妹會 那還有一個概念就是 initiation這個詞 你可能覺得這個詞大概認識吧 就是開始嘛 對沒錯 所以 在fraternity跟 sorority的概念裡面 initiation就是 納入納成會員的這個過程 那你在電影跟影集可能看到過 一些以大學為主題的這種題目的時候 initiation就是一些很嚴格的考試 很殘酷的甚至你會覺得根本在霸凌人 可是他們都甘之若疑 因為他們要知道 他們都知道能夠過了initiation才能夠進就是了 所以這個是一個大家都能接受的霸凌方式 I guess 好啦 anyway 所以fraternal 你大概就懂意思了 他們就只是同樣住在媽媽的肚子裡面 呃子宮裡面 可是其實卻不是同一個卵分出來的 所以fraternal大概可以了 好 anyway所以我們講了一下 他有一個identical twin brother 這樣就懂了 他跟有一個 他 他是個女人有一個identical twin brother 這怎麼聽起來就不太對了 好沒關係我們先看下去 He is trans 喔好 那trans是什麼 他有變性 他是個變性者 所以convey下面的following I'm a woman even though I have a buzz cut 所以他是個女人 雖然他有一個buzz cut buzz cut就是女生的頭髮繭超短 你如果很難想像的話我打給你看 我們 我記得我們在無法駕馭的造型中就講過這個字 這就叫做buzz cut OK buzz cut 好那回來這裡 所以他這個女人雖然說他有buzz cut I am an identical twin 他是同卵雙胞胎的其中一個 I have a loved one who is trans so miss me with that transphobic bullshit 所以他有 他有一個很愛的人 不是他的伴侶 就他的那個反正identical twin brother 所以他有一個loved one 那他是twin他是trans 而他是變性者 所以請你不要跟我講那些transphobic bullshit 所以你要是你是一個transphobic的人的話 省省吧 你不要在我面前講這些 因為我是不接受的 所以transphobic 所以什麼phobia phobic 就是 怕什麼東西 所以恐童叫做homophobic 所以害怕或者排斥 那個 剛講的變性 就叫做transphobia OK 這隻都打一下好了 所以這個homophobic homophobia 恐童症 這樣子 transphobia 好 OK 其實我還是有點沒有很懂的地方是 他是個女人 雖然有個buzz cut 那這我懂 他有一個identical twin brother 我一直以為 identical twin必須是 性別一樣 難道同卵雙生可以是不同性別的喔 這或許下面厲害的同學可以解釋給我聽 好 沒關係再看下去好了 但你看無論如何 你如果有一個人用這樣的方式來破屏 講了這些資訊 你一定會覺得 oh damn 然後你可能就會問他很多問題 當然盡量不要冒犯他 but it's a nice topic to start a relationship to start a friendship with right 好 anyway 下一個 I was born on 1999 September 9th 1999年9月9號出生 at 9.09am 然後9點09am生出來的 所以這也不算是個icebreaker not an icebreaker but the only fact that I can think about myself 唯一一個他能想出來他的特別的地方 fine ok 下一個 I'm working through BBC's 100 books to read before you die list 這個人正在很努力的讀BBC整理出的 死前必讀的100本書 so 100 books to read before you die list 看懂了齁 and I'm 80 out of 100 他已經在100本中讀了80本了 80 out of 100 所以這個我把它讀成 他的百分 100里的80 我把它讀成80 out of 100 你用別的讀法也可以 usually this starts some organic interesting conversation about books and favorite readings 通常他講這樣的時候 他就能夠開始很多 organic這個詞在這裡用的相當有趣 我很少看到我們台灣同學用這個字 所以或許我們可以學一下 organic翻譯成有機的啊 翻譯起來 所以他會開始一些有機的對話 什麼叫有機的對話 我真的不太能夠去翻譯他欸 有機的 我們大概可以去理解為 有的對話很刻意 我就一定想瞭解你的學歷背景 然後我就一定想瞭解 你現在有些男女朋友啊什麼這些的 我就一定想瞭解 你的工作 那工作上可能 有沒有 你現在做什麼工作 然後什麼拿一行 然後我們就開始 談台灣的政治什麼這些的 我覺得有的時候 人跟人之間的對話非常的刻意 OK 刻意要怎麼說 我們順便說一下 contrived OK a lot of the human conversations are very contrived people are bent on talking about something with you 有些人就很努力的 are bent on something 就是努力的折自己去探討什麼東西 所以我看到你穿的光線亮麗 我就很努力的折自己去跟你探討你身上穿的東西 你這個錶怎樣怎樣 你這個領帶是什麼牌子多少錢買的 so 這些就是很contrived conversation 那 所以它的對應就是很有機的 所以有機這個是用在這邊 我覺得真的是 外國人才會想到用的字 但是很漂亮 OK 所以你看再看一次 usually this starts up some organic interesting conversation 大概懂了齁 OK 不需要太多人工香料加在裡面 不需要太多肥料加在裡面 不需要很刻意的 organic conversation 有關於書 有關於最喜歡的閱讀 所以 其實你看光看這個人寫句子的方式 你就知道他 他不會犯文法的錯 例如說 OK 所以主詞動詞都用的很對 然後用的字也很漂亮 所以你看很棒 所以 所以英文好的 語文好的人 可以從他的 那個寫的句子中看得出來 以及講話的方式 看得出來 然後那種沒加鬥點的 文法錯一大堆的 真的很不OK OK 好我們再多看一個就好 my funny one is that I suffered a concussion before retrieving a cheeto from under my desk 好白癡 所以他suffer一個concussion 什麼是concussion 腦震盪 所以他曾經有腦震盪過 by 藉由幹嘛呢 retrieving就是拿回一個什麼東西 cheeto就是那個齊多啦 你吃的那個齊四條 from under my desk 所以他為了從桌子底下 拿出一塊cheeto 結果 咚一下幹 裝了腦震盪 OK my mile 所以他的funny one是這一個 那還有別的 my mildly impressive one my mildly impressive one 那另外一個在 mildly就是些微的 impressive就是會令人覺得印象深刻 is that I can ride backwards and upside down 他能夠倒著寫英文 還可以上下相反的寫 呼呼這個很厲害耶 再來最後一個 my serious one is that but at age forty one 最mildly impressive 結束了 還有一個 我最很serious的一個 icebreaker呢 就是at age forty one 41歲的時候 I did the ancestry DNA test 他做了那個祖先的DNA測試 ancestry就是 然後列祖列宗追上去 and discover that my dad wasn't my biological father DNA 所以他40歲做了這個測試 發現到他爸不是他親生爸 呼 OK interesting biological father 好 這是我的 biology是生物學 你知道 所以biological father 親生爹 所以 最後這一個我覺得很屌 要是他今天是我一個 會認識的新朋友的話 I guess we can have something to talk about Cool Alright 好 所以下一個人就說 他讀這些東西是 哈哈 Oh wow Oh dear What a journey 所以下一個人回應回應得不錯 他一路讀下來 他的反應就是 哈哈 第一個笑那個氣頭 第二個 Oh wow 你能寫字寫成這樣超厲害 然後最後則是 Oh dear OK 喔親愛的 怎麼這樣啊 你在41歲才發現你爹不是你親生的 所以真是一趟旅程啊 What a journey OK What a journey 他的文藝也相當的 hilarious 好 所以以上是我們今天看到的一些詞 能不能很快複習一下 時間應該夠 So 複習時間 Alright 所以 GoTo名詞還記得吧 就是你首選替你解決什麼問題的東西或人 剛剛講的 歷史上 廖先生 he's my go to guy 以前我的電腦有問題都問一個朋友叫Mark Hey Mark I have a problem with my CPU with my hard drive How do I do How do I make some you know changes to the setting in my Microsoft Windows 95 所以電腦有問題 我Mark he's my go to guy 好 Anyway Convey是傳達傳遞出 所以剛剛講到那個同卵雙胞胎的人 他傳遞出以下不同的各種 底下藏著的fact 還記得吧 他自己是一個identical twin 還記得 OK 一卵雙胞胎 fraternal twin OK 都打一下 fraternal twin identical twin 兩個不一樣 那fraternity這個詞就可以 複習一下一下 兄弟會 fraternity 姐妹會 sorority Initiation 是他們去遭受新人的這個 brutal的 很殘酷的這個過程 因為有很多的關卡要過啊 或之類的 cruel 那這些是 大家願意接受的 accepted forms of cruelty 然後害怕是phobia 所以他剛剛說的就是 要是你有 要是你不喜歡 transgender的人的話 神神吧 不要再用在我身上 不要霸凌我 因為總之 我有這麼一個 我喜愛的人 是我的fraternal twin identical twin 對不起 那所以 no save it 好然後下一個說的是 有一個人讀了bbc建議的 100 books to read before you die 還記得剛剛呢 你看 你如果可以像我一樣 把剛剛的那個 清單的那個名字 reside出來 就是死前必讀的100本書 so 100 books to read before you die list ok 這個清單 所以他100本已經讀了80本 he has done or she has done 80 out of these 100 books 通常講到這個 就能產生一些很有機的話題 some organic conversation good for him good for her 那相對來說 如果你們對話很刻意的話 very contrived ok calculated conversation alright 有些人很質疑 一定要探討工作 探討什麼呢 you are bent on 加個ving 加下去 ok 然後他剛剛特別 下一個人強調的是 他有一次有腦震盪 因為他試著拿一個漆頭 從他桌子底下 concussion 後來卻發現41歲的時候 爸爸不是生父 biological father 好 複習完了 alright 我是Paul 希望你喜歡今天的內容 我們下次見